Hello大家好,我是Cincia,欢迎你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2021年应该是最火的一个话题了,就是房子 美国到底有没有学区房,美国的学区房是怎么一个买法 是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这个地方是不是学区房 我在这个视频里面再跟大家详细的分享这些内容 2021年美国的房子突然一下子就暴涨起来 在疫情的这段期间房子在各个城市简直就是一房难求的状态 今天早晨我去看了一个新的楼盘 它是新开盘的一个房子 之前pre-qualification的人已经来了几大组 然后waiting list已经满满荡荡写了几页纸 所以我觉得这个房市真的是太火了 在房子当中更火的一类就是美国的学区房 因为大家在追求房子的时候 特别是想要教育非常有保障的这些华人的朋友 他们是肯定会首选看这个地方的学区怎么样 因为未来包括这个房子的升值跟保值 还有它未来能不能够转手卖掉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就是看这个学区怎么样 那美国人本地的人 他们到底追不追求这个学区房呢 我自己接触的很多朋友里面 他们也是非常追求的 因为我非常多的家长都是慕名而来的 从别的区域搬到我们这个学区 就是因为他这个学区的排名 在全美的这个整个的名单上面 是排到非常前面的 那么老外他追求这个学区房的逻辑是什么呢 不是说老外都不鸡娃吗 然后他们都是很佛系的吗 其实跟你认识什么人 他们处于什么样的社会的一个social 这个社会的阶层 还有他们自己的经济收入状况 是非常有比例的 我自己觉得最上层的跟最下层的 其实都看得非常的开 比如说已经是金字塔顶尖的这帮人了 他们的小孩一般就直接去私校 也没有说非要买个学区房来保值 来让自己的小孩接受很好的公立的这个教育体系 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需求了 他们已经越过这些普通民众的需求 所以这个事情是跟他们无关的 他们可能更追求的是我居住的私密性 我的安全性 我是不是住在一个大家都看不到我的地方 把我的生活跟大众的世界隔离开 这个是他们首选房子的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安全性跟私密性隐私 然后学校对于他们来讲是可有可无的 公立学校是影响不到他的 因为他的教育主要承担的都是私立 甚至于是一对一的专业老师 或者是已经超越了学校的教育 通过他的家族内部的教育 他的所有的这些为他家族服务的人群 就已经可以满足他的个性化的教育需求了 那么我们在看到那些 平时我们各种段子里面讲的 比如说下午两点就放学 回家就是看电视 吃薯片的这种小孩呢 其实也不在我们日常的 能够接触到的大部分的小孩里面 因为大部分的双职工的家庭 或者是有全职妈妈的家庭 他们也不是说对小孩完全是放养的状态 完全没有要求的 这个是最下面的普通的民众 他们是自顾不暇 因为自己都需要工作到很晚 自己也没有这个文化程度 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去管理这些小孩 这些小孩就是放养类的自然生长 如果你这个小孩有天赋的话 可能会突破重重的障碍 最后晋升到你的上一个社会阶层 但是普遍的在这种环境下 长大的小孩是非常难以脱离 这样的生长环境 有可能他的爸爸妈妈 从事的是底层的工作 他到最后还是从事这些工作 甚至于走上犯罪的道路 这些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除掉金字塔顶端 跟金字塔底端的这一群人来讲 中间的这部分广大的人群 其实是非常需要学区房的 那么什么样的标准算是学区房呢 在美国 大家可以看Google上面 你可以去查询很多的排行榜 我自己比较喜欢看的是一个Niche 这个网站呢 它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数据 来支撑这个学区到底好不好 它的排名是多少 你甚至可以查到这一个具体的学校 你把名字输入进去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在整个州的排名 跟整个美国的排名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客观中立的 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有公信力的一个榜单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第二个让大家比较纠结的点 就是我花这么多钱去买学期房 到底值不值得 在我个人看来 这个是值得的投入 因为你小孩生长的环境 跟他接触的同学的类型 更重要的就是一个学校风气的问题 他接触了什么样的家庭培养出来的小孩 以什么样的期望值来对待他的教育的话 是截然不同的效果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所处的学区是在中产阶级聚集的区的话 大部分的可能性是这些家长 还是比较于关注小孩的教育 他们也会充时间去做义工 也会叮嘱小孩完成作业 也会对他的大学的本科学历有一定的要求 会鼓励他朝着大学去努力 那么如果是你的街区比较差 学区比较差的话 可能这些家长并不是最底层的 但是因为他的学区还不足以好 他可能对这方面的期望值没有那么高 他更容易放任小孩 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做一些事情 那么小孩自觉性是有高有低的 如果你的小孩自觉性高 那就可以依靠自律性来完成这个东西 但是大部分的小孩都是比较散漫的 而且他的天性确实是爱玩的 如果没有一定的约束在里面的话 他很容易就往下走了 在70年代 80年代长大的这些美国的小孩 他们小时候其实是很多时候 没有被击过的 但是当他们成为家长之后 他们为什么又开始击完了呢 这里不得不提到 就是贫富差距的日渐扩大化 在美国的这种社会体系之下 最近几十年的贫富差距是急剧升高的 顶层的人富裕的阶层 跟普通民众的差距是越来越大 他不仅在教育上投入更多 而且他投入的 占他的收入的比例更高一些 一事乎大家就慢慢的走上了 这个两极分化的鸿沟 如果现在的家长他们意识到了 我的小孩今后如果连一个大学的文凭都没有的话 他有可能更容易离婚 有可能更容易非婚生子 有可能更容易找到非常低廉 就是负薪水的工作 这些都会影响他整个一生的人生 那么贫富差距这么大 而且跟学历的挂钩越来越紧密的话 那家长自然而然的就开始了所谓的鸡娃 但是我们常见到的美国家长的鸡娃 其实跟中国家长想象的那种天天盯着他 做作业还是有一点不同的 因为这边要学的东西更多 他要兼顾体育 要兼顾兴趣爱好 然后还要发展各种各样的技能 所以其实也是蛮累的一件事情 所谓的这种素质教育考验的 也是家长的综合实力跟财力 你要花费精力跟时间去接送他 你要去为他交各种各样的补习费 各种各样的兴趣班 然后你要陪着他长大 有报道显示就是如果你的母亲的学历是本科级以上的话 你从小花在他身边给他阅读的时间是成倍增加的 学历越低的母亲越少的给小孩阅读 学历越高的母亲越经常的亲自去过问小孩的学区 去帮他辅导他 所以这个趋势就摆在那里 学区房只是其中趋势的一个体现 但是恰好跟我们2021年这个房市的火爆重叠起来之后 那学区房就是火上加火了 第三个很多人考虑的就是 如果我花同样的这个价格的差距 我在一个普通的学区买一个房子 但是我把小孩送到私校去 跟我去买一个学区房 然后我就读当地的公立学校 到底哪一个比较划算 其实我自己感觉网上的有一个评论 是一个老外的评论还蛮中肯的 他说的就是如果你交的是私立学校的学费 你交完比如说K到12年之后 你其实学费就没了 就burn了 就相当于消费掉了 但是如果你买的是学区房的话 虽然你买的起点的价格比较高一些 到你12年以后 你再把它转手卖出去 或者它的价值也是随着这个学区的增加而增加的 前提就是美国它这个学区的划分 还是几乎是稳定的 如果有重大的变化 才会导致这个排名的重大的一个调整 一般来讲 长期看来这个学区的发挥还是比较稳定的 他周围的房子居住的人群还是比较稳定的话 那么学区房的价值 它也是存在一个保值的 那么对于真正消费私立学校学费 完全无障碍 收入阶层更高的朋友而言的话 也许就是他们资产配置的其中的一块而已 并不是他的全部的身家 或者是他大部分的财富放在这上面 如果对于比较谨慎的家庭 我只有这么多钱我想要投 到底是投私立学校学费 还是投学区房的价格的话 其实你可以自己参考一下 你到底需要什么 你是想要居住的品质很好 因为学区房它同样的价格 肯定比旁边的地方要贵一点 所以如果你转到旁边的城市去居住的话 你有可能牺牲掉的是自己的居住的舒适感 跟自己居住的品质 而换来了这个学区的资格 就是看你需要什么 我最远认识的一个朋友 在加州内部的话 就是从北加州搬到南加州来 到我们这样的学区 把他们北加州的房子卖掉 然后全家举家搬迁到这边来 也就是为了在这边来读书 就是看你自己能选择的范围之内 你能选择多少 最后一个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好消息 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就是 在美国的这个读书的话 它并不是以你产权ownership 你不是说非要买了这个房子 你才能在这个学校读书 其实很多人他也是租房在这边住的 只要你提供水电费账单 只要你提供煤气账单 只要你提供了你的居住证明 它就是可以让你的小孩入学的 不在乎你的房子是你买的 还是你租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尝试一下 这个学区到底好不好 你喜不喜欢在这里居住 你的小孩适不适应这个环境的话 其实你不妨先开始 用租学区房的这个方式 来进入这个学区 去感受他们整个管理流程 去感受他整个教育的氛围 是不是你需要的 你再决定下手买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缓冲的地带 今年的房子的房价也在涨 学区房的租金也在涨 我相信学校的学费也会跟着涨 所以整个的教育费用的行情 肯定是看涨的 因为教育是慢慢成为了一个 划分人所有未来收入的可能性 所有社会经济生活地位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相信家长对待这个事情还是蛮严肃认真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你点赞分享跟订阅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哦